我的祖父祖母他们都是当老师的 而且以前在乡下他们都有自己的学校 那个时候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 作为老师他们觉得可以教授很多人知识 其实更多的是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 所以呢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 去帮助其他的老师当助手 但足够足够呢我就越来越爱上了这个工作 因为你可以影响到很多的人 可能不是你上课能影响到他们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 一个眼神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工作 也喜欢去当一个很普通的老师